智联招聘周三发布的2023年二季度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显示 二季度全国平均招聘薪酬为10266元每月 较一季度的10101元每月环比上升1.6% 比去年同期下降0.7% 从地区来看 全国38个核心城市中上海薪酬继续居首 对于二季度平均招聘薪酬同比微降 报告认为经济复苏期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 这导致用工成本增速放缓 2022年上半年企业招聘薪酬的同比增幅约为10% 下半年降至4.4% 在今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滑至0.9% 二季度则有增转价 在支联招聘监测的38个核心城市中 二季度上海以13486元的招聘月薪居榜首 北京以13438元位居第二 深圳杭州分列第三和第四位 分别为12774元和11796元 南京超过苏州广州记录前五 平均招聘薪酬为11061元 从招聘薪酬的中位数来看 上海北京深圳的薪酬中位数超过万元 薪酬水平总体较高 杭州薪酬中位数也接近万元 以9743元排名第四 南京、苏州和广州排在第五到七位 薪酬中位数均为9000元 报告指出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 长三角城市相互赋能、辐射带动 地区智能制造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企业纷纷招兵买马 高薪吸纳人才 比如 无锡、苏州和宁波的电子技术 半导体提成电路行业 企业招聘月薪较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8.6%、5.8%和10.7% 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行业 同比分别上涨7.1%、6.9%和15.3% 行业方面 二级度基金、证券、期货、投资行业薪酬 仍最高 达到13737元 电子技术、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排名第二位 招聘薪酬为12175元 位居前时的还有计算机软件、IT服务等信息技术行业 这些行业与其他领域相比 依然具有薪资优势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薪资有所下降 从行业招聘薪酬同比增速来看 电子技术、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薪资同比增长5.85% 增速最高 基金、证券、期货、投资行业增速为5.15% 医药生物工程同比增长5.09% 人口老龄化家居背景下 居民对于医药医疗服务需求上升 同时国家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企业研发投入加大 生物医药产业正处封口期 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行业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 生物医药企业招聘薪资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2020-2022年季度平均同比增速为8.5% 今年一季度同比增幅也达到6.6% 报告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